一隻隻色澤金黃油亮的燒鵝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高雄人武這家鵝肉店 賣的全是老闆娘自己做的 鹹水鵝和燒鵝 每天只營業五個半小時 因為很快就買完了 老闆娘出身內門中泡塞家族 二十三年前向親戚學習 做鵝肉料理 開啟了自己的事業 十多年前留髮歸國的兒子 加入經營團隊 開始讓台式燒鵝有了新的面貌 留髮時學的是城市規劃 卻一頭栽進鵝的世界 成良是把法式的靈魂 注入台式鵝肉裡 研發出全台第一個鵝油品牌 就是一點鹽巴 然後油還有紅蔥桶就這樣子 台式的油蔥酥用的是豬油 成良是把它改成鵝油 做成黃金鵝油香蔥 包裝成宛如法國醬料的 精美罐子 成功打入全台百貨公司的 生鮮超市 而這鵝油香蔥 也廣泛使用在店裡的各項料理 豆芽菜 芹菜鵝腸 簡單穿燙之後 拌入鵝油香蔥 不用拌炒就香氣十足 打破刻板印象把台式鵝肉的價值和美味發揮到最大化 精緻化 也讓他要上今年米其林 必比登的榜單 成為高雄唯一被推薦的鵝肉店 民視新聞陳佳祥 高雄市報導